字幕 李宗盛 周一華西街再度勇買人龍 就是為了跟回憶中走過一夾子豐華 僅存的最後一家亞洲蛇肉店道別 因為氣候的變遷 環保意識的彩頭 從六零年代到八零年代 在我的印象中 一天一千五百萬以上的蛇肉湯 只能靠門市這些老顧客 大家回來用回味的方式 來喝這碗蛇湯 經過了一夾子 我覺得我們應該讓它洗燈 華西街已經失去它原有的特色 它沒有蛇街這樣的一個美好 蠻蠻蠻蠻蠻也是不敢 到時候我的專項 我再講下去我心很軟 我會教你 手指頭也是因為 實驗方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去殺的時候 沒有小心 未來亞洲蛇肉店 將會轉型成百元火鍋店 店裡用來殺蛇的剪刀也正式封建 宣告殺蛇時代的結束 高別記者會現場 除了請到藝人鍋子前 表演殺蛇秀 老闆也不藏私拿出蛇酒招袋 更準備千條假蛇當作紀念品贈送 喝過這麼一碗蛇湯的顧客朋友們 我要深深地跟你們說聲 謝謝你